電梯門一開 兵衣刑警立刻衝上前 放頭上 放頭上 手舉起來 放頭 舉起來 舉起來 黑衣男子還沒反應過來 就被壓制 原來他是管理毒品倉庫的 竹聯邦幹部 毒品用茶葉包裝引人耳目 僅換一共茶貨 安非他命和K他命 市值將近上億元 前犯的毒窟就在一般的出租套房 還假裝成物流人士偷偷運毒 彭新男子負責桃園地區 本身就是竹聯邦信堂幹部 另一名徐姓男子負責雙北 兩人不賣毒 只顧毒品倉庫 被稱為黑幫毒窟金鑰匙 就快要跨年 嫌犯還故意鎖住 毒品貨源 提高價格 想要大賺一波 如今毒窟被抄 人也被逮捕收押 只能在看守所度過新年 三內新聞 顧遠松林韻君 台北參謀報導